來到台灣的第二天 一早7點多,我們去了高尾濕地 它就是我們昨天第一天晚上住宿,夕陽晚晚的隔離 位於台中的高尾濕地其實是看夕陽的好去處 但由於昨天傍晚的天氣突然變差,瘋狂地走去閃電 所以最後我們都沒有看到什麼 昨天走路有多大,就好像今天天氣有多好 可能相機拍不到太陽究竟有多猛烈 但和昨天晚上對比真的很大 在這裡可以看到一望無際的濕地 而且早上出奇地很少人 相機呢,有那些霧簾 你給我一個 拜拜 基本上昨晚是完全睡不著覺 躺在床幾個小時 因為晚上住宿那裡真的很多昆蟲 而且蚊多得瘋了 住宿那裡是類似豪華露營的概念 但帳篷內外都是很多蚊 變相我出發前一晚和昨天都沒有一點睡覺 我們現在來到高尾濕地的木棧道 每一天高尾濕地木棧道 都會公告當日配合朝職的開放時間 今天就早上8點開了 慶幸我們去的時候就剛好8點了 因為我們沒有查到幾點開的 其實高尾濕地就被譽為一生必有的一個景點 而且它有台版天空之鏡之稱 木棧道的兩邊 就有蕉潮蟹、彈桃魚等等的生物 肉眼看真的很美 我覺得這裡是整個台灣旅程 其中一個最值得到的景點之一 但由於我們要趕火車去新竹 所以就沒得再留久一點 否則就可以走到整個木棧道 去到盡頭甚至可以踩上濕地 永遠離一當空的熱度就是瘋了 所以就能崩潰地 不會走上濕地 如果憑這個位置 會不會走來 迷回到家裡 會不會走到大路 馬路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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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